好,我們要繼續這個考之前的一個討論 我們在之前的課呢,跟各位討論到這個 這個,這個,這個會動 它的反應呢,是利用這個,發光條件之下 對不對? 在這個照光條件之下 不指的是照光 照光條件之下呢 會去進行一個在Avillic位置的 鏽化的反應 反應怎麼進行的呢 是利用波密在照光的時候 然後會產生這個Worming Atom 產生一個Radical的形式 然後開始呢 我可以進行反應 但是我們跟大家講過 在這個反應裡面呢 如果呢 是在一個很高的濃度 鏽性的很高濃度的時候 這個時候呢 這會容易進行什麼反應呢 會合到 在一個Decomination的鏡像異動物 它的這個藏物的發生 對不對 是因為它是在一個高濃度的 鏽化的藏物 這個鏽化的波密的這個可見之下 容易出現的事情 怎麼做的 以前在LT的地方都會介紹過 當我用一個波密在這邊的時候呢 我的雙線會先進行一個Shopee Wish 對不對 然後呢 反打得到一個戴鏽 波密的Ion 對不對 比這個反應來講 得到一個波密的Ion 然後 再進行一次波密的這個打擊 所以它的前一部呢 當時一樣假 這個不能忘了喔 對不對 然後呢 你的秀呢 再反方向打進來 打在這裡或是這裡 然後呢 得到這個在Decination 畫出來是M part 它得到是一對 印象 如果它不開心的話 它就是定向 對不對 好 那如果 我們要去避免這個 發生上可可可可可的反應的時候呢 有是什麼意思啊 我要必須要做很好的控制 控制在什麼地方呢 控制在 低濃度的這個可可可可呢 存留在你的反應當中 這時候呢 就要去 那要怎麼去控制 這一個 必要做在一個 低濃度之下呢 這時候我們會選一個 特殊的 藍音物 我們把它叫做是 二波木斯第一嘛 我們把它稱之為是一個 NBS 的四季 數性EYS怎麼來的 數性EYS 數性EYS指的是 四個酸的雙酸 數性EYS指的是 四個酸雙酸之後變成是 酸幹的 數性EYS指的是 這個 變成蛋的 這個取代的 這個產物喔 所以在蛋的位置呢 有一個秀的取代 這個分子 這個分子啊 有一個特性喔 在這個地方呢 你看喔 這個劍是特別的弱 為什麼特別的弱? 你可以想像得到 這個蛋是不是會有這個共振的可能性? 所以呢 你是不是會有可能出現 對不對? 還要求這邊這樣子的特性 所以你可以知道什麼? 這個劍本身是弱的 這邊是缺電子的狀態 所以電子被我這個地方拉過來的 所以啊 如果我在環境當中是存在有HBR的時候 這個時候呢 這個BR庫呢 就會打到這個BR上面來 然後產生BR庫加上呢 數字尼 伊瑪 變數字尼跟伊瑪 這個時候呢 它就會開始產生你需要的佛移出來 產生你需要的佛移出來 好 所以整個反應要怎麼做? 假設我有這樣子的一個這個 雙線化合物 我呢 我呢 要去給它進行一個這個 補免的反應 進一個補免的反應 這時候呢 利用的是MVS 然後呢 是用照光的條件 在這邊很重要的這個條件喔 它要用的是一個很特殊的反應容器 叫CCL-Co 叫喀公乳肋刷次� 所以這個現在已經開不到了 已經沒有在有份的進口了 所以這個有靠空調頭來呢 大部分實驗室都會把他留下來 因為偶爾還是會用到他喔 他什麼特色呢? MBS在靠空調過來裡面呢 他是very good 所以他只會有一點點的 所以把MBS會融在你的靠空調過來裡面 融掉的那個部分呢 他才會進行光明的生存 才會進行光明的生存 這個MBS你買到他的時候呢 他呢都會 在他的反應的生機當中呢 都會含有非常少量的HBR在裡面 含有非常少的HBR在裡面 所以當你把他融掉 在他的地方走來裡面 一點點溶解的時候呢 他就會開始進行這個反應 產生低量的這個Browing出來 經過照光之後呢 又開始進行上去跟你講過的 BR2 照光的時候產生BR Radical 然後BR Radical呢 還去搶了這邊的氫 然後呢 產生一個Radical的這個生存 對不對? 所以呢 整個反應的意思是 會得到一個中間 會得到兩個中間體 剛好中間體 搶了這個星 然後呢 以及呢 他的動陣的檔物 這兩個檔物 然後呢 他再去抓了 反應當中呢 多餘的抓米 產生這一個秀化的藏物 以及呢 這一個秀化的藏物 以及呢 這一個秀化的藏物 以及這秀化的藏物 這一個秀化的藏物 從BR2開始 所以 MBS跟 康物加托達的目的在幹嘛 只是在控制 如何去 讓我的 這個反應 裡面重要的這個反應器的BR2 是存在一個很低的濃度之下 而不會 馬上去進行一個 Dipolination的反應 不會取得到你不要的這種 雙取代的藏物 這個 過程 這是我們在利用MBS 來做這個反應器 說一個很重要的 控制的這個概念 同樣的東西 這裡剛做的改成是 ILDIN 改成是COLIN 改成是S 所以這是一個 他的這個 簡寫而已 所以整個反應器就是走這樣 這樣子的這個過程 這是我們講到 這個 ILDIN 這種反應裡面 這個跟 COLIN 有關係的第二個反應 第一個反應是什麼呢 是1,2 1,4 對不對 在做1,3,2 答應的時候 可以走1,2 跟1,4 然後呢 這個 3 Radical 是有這個 共和系統的這個特色 特性的 為什麼呢 因為它這個能的 Radical 這個 這個ILDIN Radical 是有額外的穩定能的 所以呢 它會去進行這個 親的移除 可能現在都已經忘記 這個我要跟你講的事情了 為什麼會跟共和有關係啊 反而正常來講呢 這邊的心呢 這跟你步行一下 這邊有親 這邊有親 其他這邊也會有親 對不對 這邊的心呢 這兩個心呢 感覺是一樣的 這個心跟這個心 這個心的角色通通通都不一樣 這個心是一個 sp2的Poto 這個心 跟這個心都是sp3的Poto 理論上來講 sp3Poto的pk大概是50 sp2大概是40 所以當我會想說 欸我有減性 兩個所有的Radical去抓的時候 我應該得到什麼比較巨多啊 這個一鍵的這個 反度來看 可能是它 可是現在去做的時候 為什麼得到的是 拔掉這個心 就能在這裡 你有真正的Radical 這個一鍵的Radical呢 它呢 可以進行什麼 共振 電子的共振 所以這個中間體呢 事實上他們兩個是共振式 他們兩個是共振式 對不對 然後呢 分別呢 在經由這個博敏進來 這邊都寫了 是BR的 博敏進來之後呢 這個Radical呢 在想要進入一個BR之後 再丟出一個BR的這個Radical出來 它在距離下一步的反應 距離下一步的反應 所以整個過程是這樣子 那為什麼它會穩定下來 因為經過了兩個禮拜 然後考試之後 可能忘記了 為什麼它會穩定下來 這個分子 在這裡 我們是有畫面看過 它會出現什麼 Side1 Side2 跟Side3 三個不同的人階 對不對 如果你是一個Radical 表示什麼意思 你有三顆 這個可用的電子 會填到新的固定區 這個地方呢 代表的是 Non-Founding的位置 這個是什麼 這是Non-Founding 這是Founding 這是Nine-Founding 各位請問一下 我去翻譯一下我們的語氣 我填進來之後呢 填了兩顆 進來到第一顆 一顆在Non-Founding的位置 但是原來的地方呢 一開始的地方呢 我是填在這裡的位置 所以無論如何 我還是有兩顆的填在 第一的是我的Side1 所以我重新 經過了分子國域的重建之後 給你解釋了 為什麼我的電子產生共振之後呢 它能夠讓我的電子下降 穩定是提升的 原因就是因為採取分子氣的共振之後 我可以重新去做出一個 公共系統裡面的分子國域 這個分子國域呢 當我電子的進來之後呢 會在本來三個都在那方的電子 有兩個電到D的分子 它是不是給它一個外的原因 相較本來不交互作用 我想 應該有位同學 大概是要來講什麼事情 對不對 你如果 這一顆碳電子 這一顆碳電子 跟Doretical 完全之間都不交互作用 那它們的電子存在什麼樣子 存在 一個在這裡 一個在這裡 可是它們兩個呢 如果國域之間交互作用 產生新的三個 分別式的三個的時候呢 它就有機會 能夠到我的電子 往五天的方向進來 排列進來 比如說老師 它這個怎麼會只有一個毀魚啊 不是應該兩個嗎 不要忘了 它是排的分子 就是拍的分子 拍的分子也是這兩個 跟這個P 所以你不要忘記 上次我們交互一個星群 我畫給你看 就是一個ALEO System 怎麼畫出這三個的 這兩個先進行的一個Pi 這邊一個通的P就是這一個 這兩個星群拍的時候 是那個Pi跟PiSTAR 然後我們這三個去都合出 這星群是三個出來的 上次我畫給你們整個的一間 好 所以這邊一段指示夜間就是告訴你說 經過這些電子的交互作用 它們是存在一個連續的 可用的Pi的空間的時候呢 這些電子呢 不會定義化在自己的位置 這個時候呢 它可以幫他們的加 重新的去整合 重新的去整合之後 每個人都有機會去塑到一個 更穩定的地方去 這個時候呢 會讓我整個分子的 這個結構呢 是呈現更穩定的狀態 然後就往這個方向去 所以告訴你什麼事情啊 在ALEO System 在丟大單元的系統裡面呢 你的這幾顆電子呢 它都不會定義化 只在某個位置 你會在不同地方發現它 你要在不同地方發現它 所以這要告訴你 一個很重要的這個觀念 有這樣概念之後呢 手機對提醒這個概念之後呢 我們會用來看 第三個重要的反應呢 是這樣子的工作系統呢 如果我讓它發生在 這個SN2反應的時候 會帶來什麼樣子的效應喔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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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 一 完 很 從 側 一次 上 我們來看看 如果呢 這樣子的這個AEU SYSTEM呢 它把它做在SN2的反應當中的時候 它會有什麼樣子的 這個額外的這個反應的效果 我們來比較兩個反應 是要的支持嗎 Claude 其實什麼支撲 振動 談期間的那個羅力 黑那個呢 иваем 鮷子 酱油 这两个反应呢,是做什么反应啊? 这是一个一级的波满,这是一个A1波满,我碰到了一个很好的严重力学位置,对不对? 所以这一个很强的固定核的反应物,它可能说两件事情,它可以当解冻,可以当,因为会反应 所以说怎么判断你的反应呢?我要看我的受值嘛,我要看我的受值嘛,一级的,还有一个是A1的一级的,最起来怎么样? 它会想要去找SN2的反应,对不对?因为没解决可以选啊,SN2,或者是什么,E2,对不对? 强解强度会反,进来有可能走SN2,我走E2,那怎么说走E2? 当我的力章很大的时候,不容易去做这个Grevenia attack的时候,我是要走平衡 利用比0连续来的更多的场合,对不对?这是一个很好的受值 在这个反应当中呢,我的反应速率 上面这个呢,是下面这个40倍的反应速率快,非常非常的快,为什么?为什么? 我们来看一下它的反应的中间底,以下面这个来看,以下面这个中间底来看,我要进行一个SN2的反应 然后呢,我的Nuquipa,可以是用给你看的是一个Buteo,Unbuteo,对不对? 这是我们讲的选行Stack,反应当中选行Stack,或是标准的SN2的 我要通过一个,这个Back App,从我的背向的反打,打过来之后呢,本来我朝上那边压平,再往下压,对不对? 然后呢,中间一个部分是什么?自我一块要进来,还没进来到完全 这个一定的根本呢,要离开,才能完全离开的过程 这讲什么意思啊?这个开始产生了关键的过程,这个开始产生了深层见的过程 好,如果我今天呢,是在上面这个系统 这个是什么所谓的Nuquipa,因为我是Nuquipa,才是哪里 这两个来比不一样,这个地方呢,有一个胎鬼域,这个呢,有胎鬼域 这个是什么?我这个键要断不断,这个键要是怎么不断 这个键要是一个平面的状态,中间底是一个平面状态,对不对? 所以想象起来像是,这边是有一个空鬼域呢,是在这里的 过渡态呢,在一个能量的反应当中,代表什么意思啊? 如果这是一个SN2的反应,如果这是一个SN2反应 这是你的吸食物,stutting material 过渡态是什么? 反应发生的过程,谁决定了你的反应能够自己 所以我过渡态不稳定,就决定你的EA能不能下降 好,我过渡态不稳定的因素在哪里? 在于呢,过渡态发生的过程当中呢 这个碳呢,像是一个要被打断掉的,这个空的 这个SP2的carbon,像是CH2的carbon的条件 像是平面状态的,所以这时候怎么样啊? 如果我旁边的D鬼域呢,可以进来 把我的拍电子呢,连续的过来 让电子呢,可以不定义化? 跑到这一个,看起来呢 是已经形成空的,断掉了这个电子的过程 这个过渡态的过程 他是被钢出去,这个稳定住 旁边的这个过渡态的这个鬼域 他可以去,他可以去这个 我看看这个呢 按这些音头平面的三角形,对不对? 所以呢,我旁边的拍电子 看起来 他在这些音频道上,都不定 这些音频道上,都不定 看起来 这些音频道上,都不定 看起来 本来的音频道 就是这些音频道 都不定 这样的音频道 但没有开情 旁邊拍電子呢 它會提供額外的穩定能 來去Stabize這個ChainState 你可以講說呢 它是RealResonance 你的電子的控制 太清楚喔 我要說SN2反應要怎麼做 SN2反應呢 本來這是一個 這個SN2的殺水對不對 這邊是D-Inquid 這邊是D-Inquid 我的取代機是放這樣子的 中過渡態怎麼發生的 Nubi把這邊打過來 然後呢 叫張平 後折 對不對 張平我後折的過程中 這個過程當中是這邊要斷 這邊還沒進 所以對這個態度來講 它是不是 相當於是一個平面三角形 像SP2這樣子的過程 這時候它那個鬼域啊 它一定還會過一個鬼域出來嘛 就是要讓它斷 讓它進來這個鬼域 它就造成這個過渡最不一定的因素嘛 所以如果我有多餘的能量進來 去幫助穩定住這個通過渡 我就有機會能夠去降低 我這一個過渡態的能量 可以降低下來 我覺得我的速度可以發生得比較快 所以如果我這是一個 這個ALEO的這個Carbon 這個Carbon的話 這時候呢 我旁邊是連續的 兩個這個P-Q 這個位置呢 就可以 能夠去被旁邊這兩個通過渡的貢獻呢 去幫忙部分穩定住它的這個過渡態 降低渡的能量自動的速度有加快 這個反應的發生 這是不是跟我們講到這個ALEO-Catium 很像 對不對 因為本來它是一個成一個SP3的 SP3是不會有這種共同線型 不會有這種現象的嘛 SP3是不能夠很共同這裡嘛 可是如果它的這個力度要斷 然後呢 我的力度又還沒進來 這時候就看你猜渡就很像是一個 這個這個ALEO-Catium的這個特性 這時候如果是ALEO-Catium的時候 也就是說它是一個屏溪帶陽離子的這個狀態的話 那是不是就出現一個額外的穩定能 既然穩定住這個結構 這個額外穩定能呢 就會樹脂我的這個活化能呢就會下降 活化能一下降呢代表是什麼意思啊 我要突破的ΔEA呢變小了 我的反應數字就加快了 我的反應數字就加快了 好 這是整個這個反應發生的過程 所以會有這麼大的反應數字上的差別喔 會有非常非常大的反應數字上的差別喔 好 打電話畫完之後呢 我需要整面黑板喔 請你先把它畫完 我們要開始去夾一個這個 後面的這個比較大的反應喔 好 這些東西就先做好 如果你先把這 inten 切平成的 你先把這張丝龍的倒散 然後切植後 就對了 要不容易 好 算我要不容易 些人在那種也來 所以 我先把刷把反應 一點點下來 所以不要忘記你的反應數據的決定是來自於你的活化能 活化能的高低就來自於你這一個過渡態的穩不穩定 過渡態穩不穩定 然後導致最後的這個強力的過程 我們接下來要告訴你呢 利用這樣子的這個共和的系統呢 我們該怎麼呢 去做到這個一個很重要的反應 這是一個peri-psychotic reaction 這是一個同步化的環化反應 同步反應 好 我要把它剎掉了 我們剛剛講的很多都要上上禮拜 考試學這禮拜呢 我們跟你講的很多這個理論上的基礎 關於這個共和系統裡面呢 它的電子的穩定 然後呢 怎麼樣去構建在整個分子的這個穩定鍵上面 這邊呢 剛好就是要來去整合 前面你所看到的這些重要的這個特色 這是一個非常非常重要的這個反應 非常重要的反應 發展了已經60年 到現在呢 還是都愛用喔 還在用喔 而且還有很多變形在出來 它是一個非常非常厲害的反應 非常非常厲害的反應 這個反應基本上的概念呢 它呢 是利用了一個 來 加上了一個l-pin 在加熱的條件之下 這個指的是p-pin 一般簡單的t-pin 一般簡單的t-pin 它呢 會 形成這樣子的長領 會形成這樣子的長領 一個環化的長領 這個我們把它稱之為是一個 4 plus 2 cycology 叫做4加2 團化加成反應 在大二裡面呢 是主要反應 這個反應呢 雖然發展這麼多年了 但是它從來都不是一個簡單的反應 它一直到研究所的課裡面去世後呢 它討論了更多 討論了更多喔 因為它的立體化學控制實在太複雜了 實在太複雜了 但是呢 基本上我們在大二已經可以告訴你 絕大分散立體化學怎麼去控制的 怎麼去控制的 這是一個很重要的化學版念喔 為什麼這這麼為何講的工作 這為什麼是一個很重要的化學版念啊 我沒有跟你講過 在有機化物裡面 你最困難建立的是什麼樣的間解 碳碳界 對不對 碳碳界很難去建立 那現在最近很流行的是什麼 怎麼去破壞碳碳界或碳境界 因為它想說從 把這個變態碳碳界給取代 讓我們別的取代機啊 所以碳碳碳清的建立跟破壞 都是很重要的化學反應 在這個反應當中呢 它一口氣啊 建立了兩個重要的single bar 轉移了一個新的大過方 在這裡 如果 如果你旁邊還有放有取代機的話 如果你旁邊還有放有取代機的話 比如說 我這邊如果還放有 R1 R2 R3 R4 如果你放有取代機的話 你會在這個地方 放上R1 R2 R3 R4 太可怕了 這根本是有機的夢魅 對不對 剛好用 但是呢 它同時間呢 創立了四個 pile center 我從今天建立兩個新的single bar 成立了環化反應之外 如果旁邊還有放取代機 如果它有放取代機的話 我可以同時可以建立出新的四個 立體化學中心 那表示什麼意思 它完全都沒辦法受控制的時候 我會得到幾組 一共五啊 如果四個都放取代機 2的4次方 2的4次方 回到2的4次方的這個化合物 如果它沒有放到旋律性的話 如果它沒有放到旋律性的話 有可能到16種 對不對 16種 你想想看 要怎麼去分它 所以這個反應做完之後 會得到16種的產物 這16種的產物裡面還有一半 就是進來一共 那你該怎麼去做分別的動作 變得非常複雜對不對 可是幸運的是啊 這個反應呢 能夠利用它的反應機制的過程當中 就進行很好的 整個立體化學的控制 變得好立體化學的控制 我們大概覺得它怎麼進行 怎麼得到的 我們先讓你做一些 名詞上面的這個定義 這個呢 我們打稱出的 這是一個dying 雙雙劍 這是一個dying 所以它必須是一個concredited dying 為什麼它是concredited dying啊 它呢 不能夠是中間還沒有其他就是d3 它必須是我們這一套系統去學到的 必須是兩個雙劍 只能夾一個single bar的系統 然後呢 那呢 它呢 還必須是sys的 credited 單位 欸 有sys就會有s trans的lab 所以sys呢 跟s trans差在什麼地方 再猜猜看 所以s trans是怎麼 sys呢 sys呢 所以啊 s trans是怎麼 這樣子的 這個長路結構 那為什麼叫sys跟s trans 因為這是可以互換的 一般的sys trans怎麼互換 不行喔 因為你的雙劍夾在那裡是不能旋轉的 單劍才能旋轉 對不對 所以如果是雙劍的sys跟trans 我是trans的雙劍 你不能多轉過來 除非怎麼樣 你破壞雙劍 可是這個不一樣喔 我這個所謂sc指的是什麼 是一個s-bomb 旁邊的兩個雙劍呢 是同向的 我們來叫做ss 這個s 這個singro-bomb 旁邊的兩個雙劍是反向的 我們來叫做s-trans 當然是s-trans會比較穩定的結構 為什麼 比較沒有那麼擁擠嗎 是改在反向的位置 但是這兩個呢 是可以互相切換的 能量很低 大概在20個q-9個mol 所以在一般室溫下 就會有一定的平衡的比例呢 會平衡在s-sys的方向 做這個反應 大部分就在這裡 它說我這樣怎麼做反應 是機用乾性 但它消耗掉出來 它是很容易在低 會要轉成s-sys 慢慢讓它反應變化 這個常骨方面進行 好 所以這是一個s-s跟s-s間 很重要的這個關係式 OK 另外呢 這邊的 這個 雙劍呢 我們把它稱之為是一個 di-enophy 太 Darby minimal 泌 北 大 這個名詞 它一看就會有學問 對不對 哪一個有學問都可以寫信一下 以就可 為什麼要改叡反 蛤 怎麼可能答了這麼大的 這是什麼名詞 西範 西脫 西化衣服 這個 Uno 西化衣服 它跟它是一些 Yo 所以它是DiN5它們都可以配對的 對不對 所以DiN5呢 透過了Di之後會做這件事情 會做這件事情 但是呢 條件是什麼 正常的DiSol-Outer Reaction 這個地方呢 會表現的比較像是這個 DiSol-Division 然後呢 這邊的代音呢 一般呢 正常的這個DiSol-Outer呢 它會是一個DiSol-Division的角色 如果呢 你把它想像成它是一個 你所學過的化學反應來講 它會比較傾向於是像是Liquid白的角色 它會比較傾向於像是Ellation白的角色 比較傾向於是多電子的 傾向於是這個少電子的 所以整個反應要發生是怎麼發生的啊 所以整個反應發生是怎麼發生的啊 它是這麼做的 這麼做的 我的DiN0 DiN0會把電子推過來 打到雙線上 這個雙線DiN0反而呢 會把電子推過來 產生第二個新的 新的整形狗棒 本來在DiN上面的這個雙線呢 會重排到中間來 然後就得到你後面的惡性 這反應怎麼進行的 為什麼它會做這樣的動作 你怎麼知道它等它的 這個打印它退出來 然後直接不接過來 為什麼 它為什麼不能反應做 它為什麼不能做事情 這個推開它再推 然後來接受它 我們要回歸到什麼來看 我們要回歸到這一個反應的過程 是怎麼發生的啊 所以我們來看一看 這個反應怎麼進行 那邊的反應呢 是拿什麼呢 萬屬於Belta Dying 學家上的一個雙線進行反應 萬屬於Belta Dying 在雙線進行反應 我如果把它畫成是一個鬼域 我要怎麼畫它 這個是最穩定的 產生了一根 這就是最穩定的 塞襪 然後呢 這個中間是正常的皮軌蕾 然後呢 是正常的皮軌蕾 然後呢 然後呢 從一個node變成是兩個node的產生 接下來呢 最不穩定的呢 則是兩兩配對 彼此之間呢 不斷的產生anti-bounding 不斷的產生node 就是 再去5-fold 這邊是pico-1 你記過有幾個啊 5-3 他忘了呢 4個 記得吧 哪4個 1 2 3 4 4顆電子 放在4個pico-1上面 4個pico-1上面 這4個呢 彼此如果不交互作用 他就都會在node-bounding的pico-1上 表示什麼 他獨立站在pico-1上 跟誰都不互相 都不互相同來 可是這4個呢 顯然 這4顆 是不會站在自己上面 為什麼 因為他不站比站 你怎麼知道不站比站 因為當我畫出他的新的4個pico-1之後呢 你會發現呢 我的4顆電子啊 是填在一個 比他原來都還要低的 填溫在下這上面 原來你會下降下來 你會下降下來 都這樣有聽得懂嗎 沒問題吧齁 已經講了第三個禮拜了 講第三個禮拜 要聽得懂 你不懂你要馬上誤 好 我讓他填到這個第二層接台之後呢 相對應了 我們要來幫他這個鬼魂做命名 當我電子貼進來之後 這個時候呢 這一個最高的 有佔據你的 這個電子的這個鬼魂呢 我們把它叫做 pomo 叫什麼呢 叫pice occupy marc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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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 這個 不放任何電子 在最低的人接的 代表什麼意思啊 叫做lomo 叫lois on acupa marche o marche 相對應的 這個 我的另外一個反應物 這是一個l 雙劍的分子 這個反應物呢 它一樣 這一樣是一個p圍域 對不對 然後呢 它一樣會有什麼 它一樣會有 兩個 然後呢 兩個電子呢 當然要填到 D的這個p圍域 來 這個呢 就是 這邊這個p圍域 這個呢 就是 這邊這個p圍域 這個p圍域 這邊這個p圍域 這個呢 就是這邊這個p圍域 我還沒告訴你們什麼的話 ROMO跟ROMO 但是呢你先把這個p圍域的概念先看清楚 到目前為啥是兩個獨立的喔 我還是兩個獨立的這個這個p圍域喔 我還是要把兩個獨立的分子喔 一個是 關群域的單影 一個是雙劍 這兩個分子呢 放在一起 發生的第二獨立的分子呢 就形成一個新的環化產物 新的環化產物 好 我要怎麼進行這個反應呢 今天這個反應的發生呢 歷動的是什麼 它沒有輕的離去 也沒有什麼 這個就被打進來 純粹是靠什麼 靠p電子的轉移 看到了嗎 反應過程中靠的是什麼 我的打印的p圍 推出來生成新的見解 這個第一個紅色的鍵哪裡來的 從打印上面的p圍打出來了 第二個紅色的鍵哪裡來的 從dieno牌的雙劍打出來的 這一個生成的新的雙劍回來了 從打印上面的雙劍重排出來的 所以今天所有的見解的生成 全部都是拍電子產生的 導致您可以接受嗎 既然它是拍電子產生的 那我就要知道 拍電子何去何從 我既然要知道拍電子何去何從 我要先知道 拍電子本來在哪裡 它可以去哪裡 對不對 所以我既然要知道這件事情 我就必須先畫出 我兩個重要的反應物 一個是打印 Y3Q它打印 另外一個則是elkin 則是elkin 簡單的先來看 elkin怎麼建立的 兩個type上面 有兩個p圍上面 在兩個拍電子 神成新的兩個 神成新的兩個拍骨圍 對不對 一個是pi 一個是pi star 這怎麼來的 拜託 不要忘記 這拍子的話 怎麼來的 這是p圍 一顆電子 這是p圍 另外一顆電子 這兩個總是用神成新的 新骨圍出來的 這個怎麼出來的 兩個相位相反是pi 兩個相位相反是pi star 所以這個就是pi 這個就是pi star 就畫出這一個 是我們這一張電子寫的表明的事情 對不對 你怎麼畫出pi跟pi star 原因呢就在於呢 我的pi跟pi star呢 是有 這樣子的鬼域 以及呢 bonding 以及anti-bonding的神成 好 另外一個專門的反應物是 萬歲不要答應 不會有四顆電子連在一起 才生一個公二系統 這四顆轉化出來 你都在算出來了 但是你可以猜得到 沒有node 一個node 兩個node 三個node 然後呢 這有三個間諜 二減一 一個間諜 以及兩個反間諜的間諜 就是一個反間諜 還有三個反間諜 所以 他們呢 都沒有剛好在零間諜的地方 所以 塞外塞破是屬於 穩定的間諜的分子鬼異 塞水塞破是屬於不穩定的 反間諜的鬼異 上面有問題 對不對 我有四顆電子 填進來最穩定的兩個分子鬼異 剛好填滿了 代表什麼意思啊 我這四顆電子 再怎麼樣都要填到 這七顆式的兩個鬼異 為什麼 這四顆電子的屁鬼異 填到了兩個穩定的分子鬼異 都填到更穩定的 好 這兩個裡面都會拼音出 它的homo和lomo 什麼叫homo homo指的是 最高有佔據電子的分子鬼異 你說什麼意思啊 這一個分子鬼異 在homo上面這個電子 是純純的欲動的 相較相較的 對不對 它在那裡比較高能接嘛 搶輸人接 它真的比較高的多位子來 所以呢 我今天如果有地方有空缺 你覺得需要我的時候 我們去比定它現況 這叫homo 什麼叫homo 叫homo homo 指的是什麼 在最低的能接 什麼叫最低的能接 是未佔據電子的最低能接 而是什麼 我有空國運 我歡迎你進來homo 配對的 所以當我有homo 以及homo號的能接 我再撒也知道 我不用擦眼神頭啊 我擦這個homo去 我幹嘛擦眼神頭去 找另外一個東西 所以這個是最容易地空電子 以及最容易接鎖電子 兩個能接 發生這第二個嗎 所以 代理 會出現二homo的電子 代理動法 兩個能接而已 一個就是homo 一個就是homo OK 既然你已經到最後的意思了 我又要發生反應 整個反應不好是開電子的信息 所以可能是什麼意思 一定要有人先丟電子 所以有人接電子啊 誰丟誰接 自己丟自己接 不行 那叫什麼 要錢 所以一定是你丟我錢 所以有一個可能性是什麼 這樣子的方式 一個可能性是 這樣子的方式 一個是 一個是 白印的homo 把電子丟出來 讓dienofi的乳母去接電子 一個是 白印的homo 丟電子出來 讓白印去接電子 到底誰接誰接 我們看看它的能量 以能量來看 這個homo的位置 是在 負的9.07 這個是負的10.57 然後呢 這邊是正的0.62 這邊呢 這邊呢是正的1.78 正的1.78 確定一下 好 所以呢 歐歐來講呢 我先把數字寫下來 你歐歐 我們來看齁 我們告訴你什麼事情 我要考慮的是說 我的電子呢 要從這邊 被推到這邊去 還是要從這邊 被推到這邊啊 剛好一個是電子 一個接電子 剛好一個是 代音去推 如果是走這個路徑 如果是代音把電子推給 代音有版 如果走這個路徑 就是反過來 變成代音有版把電子推給 代音 智能器的電子 對不對 那到底是誰推誰啊 要看什麼 看平均的能量接 誰比較低喔 所以一字有能介紹來講 10.85 一字有能介紹來講 10.85 11.13 剛剛的時候 我的手指都不進步 我手指都不進步 所以是從我的代音 把電子推給 代音都翻 所以我的電子調算是 什麼 我是從代音 把電子推給 代音都翻 好 還有一個問題喔 我如果要想辦法 把這個反應 讓它變得更好進行 我要放推拉電子上 推拉電子上 電子的時候 我該怎麼去考慮我 該反推還是該放拉 我今天既然知道了 今天我要走的是這個路徑 我要怎麼去加速怎麼反應啊 讓它更容易發生啊 一招 讓我的Homo提高 讓我的Homo下降 讓這些明天差 變得更近 對不對 所以 我要怎麼讓我的Homo 往上提 讓Homo 往下拉 不到不來到底 它就關係到你 打印跟打印在上面 我該換取代一定 去影響到這件事情 OK 好 接下來繼續 好 我們要 剛剛我們就問一個很好的問題喔 我們來想想看這個問題 剛剛學會問說喔 這個你怎麼是要這樣子跑 不用考慮到說 這個如果反方向過來 是不是可以讓電子空的地方 或是為什麼不能逆著跑 或是它怎麼樣去跟你的基實物 那個回憶的接續跑來 而不是只有看說 哪兩個回憶比較靠近 這件事情 我們來看這個反應 我們在討論什麼事情 我們在討論是什麼 我們在討論是什麼 X2O Relation的發生 它來自一個打印 跟一個打印號發生什麼樣的 所以我要看是什麼 剛剛告訴過你 整個反應的發生過程 兩個新的星光Bonding 跟一個新的PiBonding 全部來自於PiBonding的轉移 所以我們必須去討論它的PiBonding 討論它的PiBonding 討論它的PiBonding 為什麼 我們才能正確地描述 反應要發生的時候 每一個PiBonding 是從哪邊出來的 重要分析是有 我討論的是反應發生的時候 所以反應發生的時候 反應在這裡 它的PiBonding 反應在這裡 反應在這裡 它的PiBonding 可是當我反應發生結束之後 你可不可以再用這個 反應來之後 神仙店在哪個位置去比較搭 不行喔 為什麼 我的產物是什麼 是它 它跟這個分析 有一點關係都沒有 你接受嗎 這個產物跟這個分析 關係一點都沒有 因為這個分析 不是在講它而已 你得到這個產物之後 分析在哪裡 就是單純的派對方 所以我告訴你說 我一個彈印跟一個PiBonding 反應的過程當中 看你的HOMO跟LUMO 主要是要告訴你什麼 我竟然牽涉到的是 Pi電池的轉移 所以我要先告訴你 哪一個Pi電池 最容易被它來用 哪一個空股率 最容易拿來接受電池 所以有四個選項 兩個是接受電池的 兩個是給電池的 所以我去比較下來 你會發現什麼 如果我去接受電池的 你再給我去看它的話 以及配合的話 兩個可能性 一個手的黃色調線 一個手的藍色調線 一個手的藍色調線 這個 戴硬丟 戴硬老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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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哪個東西發生 一定是怎麼 兩個人接差比較少 那你丟球不一樣 你從1頭丟到2頭 你還是從B1丟到3頭的 對不對 所以那可能人接差 所以人接差的是 比較小的是哪一個 是這兩個 所以你會看到 丟電子出來的 x方是從卡因方向出現的 所以是用Homo丟電子 Diano反而Rumos這些電子 最近的一件事情 如果你在忘掉任何事情的關係 Homo是被電子占據的 Rumos是什麼 Rus 丟掉電子 它沒有 它是空的 但是這東西是在哪裡 一個是最高 被電子占據的 一個是最低 被電子占據的 一個是最低 被電子占據的 所以一個是頭索 一個是頭索 就是這件事情 好 我們剛剛講到 如果現在訓定到說 一個要從Homo 是在打印旁邊做出來 一個是從 這個打印的反而Rumos 去接電子 我如果能夠有效的去 提升Homo 或是降低它的Rumos的時候 我就有機會 能夠讓這個人接差更小 那我是不是可以怎樣啊 在溫度越低的角度之下 去進行 對不對 溫度越低的角度之下 可以去進行這個反應 那我要怎麼做這件事情 我既然它是Homo 是丟電子的一方 我要把它抬高 那我平常怎麼樣 我覺得應該啊 要在這個地方 放上更多的電子 把它頂高啊 讓電子命度提高啊 對不對 因為你電子兩部相 越高級就會有能量差啊 所以當我的電子給你越多的時候 是不是能量就會越過我的電子 這個電子呢 不見得真的會過來 但是呢 它呢會影響到這一個 感應的 這些能接的穩定 要把它電到 我要把這張拉低 把這能接拉低的時候呢 我要給它一個拉電子氣 所以這個地方呢 接下來是必須是要靠 拉電子氣進龍 目的呢 是不是要去降低 你的Rumos 降低你的Rumos 所以我這邊放的電子氣 是提高Rumos 提高Homo 我這邊呢 放上拉電子氣呢 則是為了去Rumos 降低我的Rumos 這個高度 讓我們的電子氣勢 是L1接近的 L1接近的 所以你要知道 在做第二手套的時候呢 大概在這邊 一般是要放這個 推電子 這地方那邊是要放拉電子 欸 如果我反過來去想 我把達一的地方放拉電子 達一的地方放拉電子 達一的地方放推電子 欸有沒有可能 我今天這樣一直推 一直推電子 這樣就逼過它了 有可能 有可能 那叫這個 Inverse DiosOrder 它可以反過來 可是放上去要推電子 沒有這麼容易進行 沒有這麼容易進行 好 好 所以一般條件之下呢 我們會看到呢 DiosOrder呢 發生的過程呢 是來自於 這樣子的組合 所以我們就來看一個簡單的例子 這個時候呢 你可以很快的去畫出你的產品 不是只有雙劍喔 如果你遇到的是三劍 如果你遇到的是三劍 一樣可以 可是你說知道是三劍啦 經過了拍電子的轉移之後 你還會多留下一條雙劍在這裡 所以不論是雙劍或是三劍 都可以進行 只是產物是不一樣的 那我們這邊所提到的 這一些 EDG啊 EWG啊 我們在以前就要定義過對不對 這叫做 EWG EWG 叫做 EWG 叫做 EWG 什麼 EW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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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叫做 EWG 叫做 EWG 叫做 EWG EWG 一般來講 這電子機有哪一些 所以以前所詢過 EWG 在EWG的時候都是一樣的喔 哪些是這電子機 像是OH啦 NHR啊 這種上面帶有 這個 None pair的 或是OR啊 卡賽啊這些都是屬於這電子機 哪些屬於大電子機啊 還有 有卡布尼歐啦 Keytone啊 EAST啊 這有卡布尼歐 為什麼它是大電子機 不要忘了 它有一個動作式 我的碳面是會帶正電 所以卡布尼歐的分子呢 大部分呢 是敗你的拉電子機的角色 還有哪一些是拉電子機的角色呢 Synon Synon 的分子 還有呢 像是Nの固 Nitro固 Nitro固長什麼樣子呢 它以下是拉電子機 所以你看到這幾個 你就知道它在一些特性 最大的就是什麼特性啊 它通常像這個原子的多特性 有一個RX的微點方力 都有雙線的存在 它產生共振嘛 它可以有好的這個 帶鎮電的傾向 所以你只要看到了韓有 卡古尼有的 看到了沙南 三重鋪 看到了南修鋪 它都屬於拉電子的特性 屬於拉電子特性 所以在一個反應裡面設計的時候呢 推電子系的特性是要放到 打電子來的 拉電子特性是要放到 打電子來的 原因就在這裡 接下來我們就要給你一個 實際的例子來討論它的立體化學 在19.5次的地道 打電子多久 在19.7多年 在20.4個 變成了 在19.5個 熱水 會 在20.5個 成功 在20.5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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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來看一下有理理化學 今天呢 我所選擇的起食物 是來自一個 是來自一個 Psycho Peta的阿羽 然後呢 我所選擇的起食物 是來自一個 它是帶有一個OIP 推電子機的 它呢 去遇到了 一個 這個 帶雙線的這個產物 Dainova 然後是進行反應 會進行反應 它整個反應呢 應該怎麼去 這個 描繪 應該怎麼去描繪 好 我們現在看這個模型 這邊是一個打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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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打印呢 帶有一個OIP的取代器在這裡 這是一個打印 這邊呢 是Dainova 這邊是雙線的地方 這邊是我的取代器的位置 這邊是取代器的位置 這邊是取代器的位置 這邊表示的是 它帶有一個 Rabonium 拉電子的特性 這兩個分子發生打印的時候 會有什麼樣子的 這個 這個 選擇性 我們先來看看P的事情 第一個 我幫我手指放這樣 我的P 見解都是怎樣 P都是這樣子 記得我們剛剛也看過的嗎 如果這是你的果韻 P果韻就長這樣子 然後呢 這是我的 這個 這是我的白印 這是白印好不好 我要發生白印的時候 應該是什麼 我的果韻跟果韻能夠相接嗎 要能夠相接嗎 對不對 或者怎麼發生反應 而且我深層的是什麼 是 sigma bounding 所以不會是側面上去 一定是 頭對頭的下去 這邊可以理解嗎 好 我要側側深居怎麼辦 我只能夠 這樣子上 會不上 這樣子下 OK 所以呢 如果我今天看到了這個反應 這邊是我的代印 這邊是我的代印好不好 雙線在這裡 我呢 只能夠從這邊上來 或是從這邊下來 這邊跟這邊 沒有取得起 沒有取得起 也就是說 除非你不是有放一些其他的取代機 異化取得起 否則 這個方向竟然有控制 這個方向竟然有控制 是沒辦法取得的 所以 DOS Order 雖然我們都沒有畫給你看 但是DOS Order 你得到的 會是一對的信箱依勾勻 來自哪裡 來自你第一次加成的說 或是從這個方向進來 或是從這個方向進來 這邊是沒有取得起 好 第二個問題 我這個雙線進來 我可以這樣子發生反應 我也可以怎麼樣 這樣子發生反應 看清楚了 我可以這樣子上 我可以這樣子上 我也可以這樣子上 這樣子上 好 換你一下 我會得到什麼樣的產物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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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站起來看 不好意思 我點一下 你右看好 我看一下這樣子 對 如果是他 這邊鎖底下來的這樣子 我們算是這樣子上 你會得到這個場 你會得到這個場 你可以 哦 不錯 遠遠遠遠遠 摆上 這樣,如果是從上面下來的話,你會得到這樣 好,這個方向鎖 如果你是這樣子上來的,你注意看好,不知道它怎麼發生 我再慢慢靠近靠近靠這邊來,產生新的間諜之後,它往外伸展 得到什麼?得到我的間諜是朝下 然後你看到是這樣,它是朝下的,方向是朝下的 如果我今天是這個方向進來 這個方向進來,得到這邊來之後,我再往外伸展 這個地方是朝上的,變成翹起來 你會得到什麼場路呢?你會得到下距離呢? 接下來這邊的場路,接下來這邊的場路 所以如果我是加下面的,這叫ENDO,內向的 如果我接在這邊呢,它叫做什麼? 它叫做EXO,ESO,叫往外朝外的這個場路 所以你會看到有一個ENDO跟EXO,這還是其中一種選擇 剛講的事情是什麼呢?是,我的雙界是這樣子上來 或者是這樣子上來 如果我真的生成績,就是這樣 對不對? 所以我這個方向變成是什麼? 一二三,一三取代 如果呢,我這個總的方向,是這樣子變成三個 它是極正前取代,叫一四取代 最後那種可能性嗎? 可能可能性嗎? 這叫Visual的設定 剛剛這叫Visual設定 剛剛這叫Visual設定 所以總共有這麼多的複雜的可能性 可是呢,經過了整個機師的配套之後 剛剛所看到的 無論是這個朝跟朝這邊 以及這兩個方向選擇 朝一邊、朝那邊 折掉一張場 折掉一張場 待會告訴你為什麼折掉一張場 可是我的雙界 從上面跟下面這身法定義 它就得到一個性向 一個得到一個性向 好,所以現在開始用畫的畫給你們看 大家用畫的畫給你們看 有點複雜,對不對? 沒關係,有點緊張 這個在上面,這個在下面 我們來看它怎麼發生的 我們來看它的過度態 這是我的反應屋 反應屋 這邊呢 則是我的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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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 這個 這 上面 我的雙界要這樣靠上來 產生新的見解 見解怎麼動的呢? 這個要產生新的見解 這地方要產生新的見解 就是反應屋 發生在過程 然後呢 我的 我的氫呢 我把这个地方稍微划歪一点 这样子划我的氫 划去 我还想让它变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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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烤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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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per罩 烤鱼 這個要得到一個相對應的彩虹 放到這個產物 以及呢 吃飯 生物 炒到這個 煮熟 炒飯 做到它 要煮熟 先把畫完後可以解釋中間的這個過程 我們今天是拿一個Cycopena Dai Gecko五環的碳的這個五環裡面還有這個公二的這個雙劍的 然後呢他來去跟一個白銀的八升百利 八升百利之後呢這個有可能得到這個產物結果有可能得到這個產物結果 當然還有另外一個是什麼 我翻過來這個地方跑到這邊這個地方跑到這邊 但上去也不會得到 待會跟你講為什麼 但是呢你都單純就我這兩個取代器來看它 這個產物呢我們把它叫做一個Exo-Para 這個產物呢我們把它叫做Andro-Para 它靠在內側 環的內側 一個是在環的外側 這兩個產物裡面 這個是第二側的產物 這一個則不是 大家可能會得到在特殊的領域上可能得到它 最後就是所謂的Andro這個路的產物的結果 可是你如果是去看這個過程很有趣的 Andro產物跟Exo產物 你認為哪個比較穩定 Exo 為什麼 我們來看看 這個是剛剛你所看到的Andro的產物 你所看到的Andro產物 當然我們沒有把它定起來 定起來是變這樣子 就是Andro的產物 你如果從你眼睛擺過來看 一般你擺過來看 所以放著Newman 眼睛從這邊看進來 從我這方向看進來 這個看著這個方向看進來 你有沒有發現 這一個大的集團 跟裡面的這個集團有很靠近的 接近Eclipse的狀態 加大 加大的排斥力 可是呢 如果 它現在有Exo的場合 你有沒有發現 它旁邊碰的都是C 對不對 然後呢 跟這個主要的愛情團是 在Enter的位置 事實上 這個才是什麼能力的爆炭 你就說它才是一個比較穩定的爆炭 但是呢 它沒有得到C 風丹的爆炭 相對於它得到的是誰 得到的是 這個人都爆炭 它是一個 凱能力爆炭 難不成說 你沒有得到C風丹的命 它就是凱能力嗎 不是啦 而是因為啊 它為什麼得到凱能力 得到這個Enter的誇張 原因是跟動力學的統治這個東西 所以我們待會就告訴你 這個反應 它是有機會來利用動力學的統治 得到一個單純的Enter的產品 得到一個單純的Enter的產品 好 所以我們剛剛講了很多對不對 我們剛剛講了很多 整個DOSO的也許反應發生了這個過程 它需要為了加熱 素食反應的發生 可是 如果你得到的是一個Enter 是一得到一個DOSO的 爆炭的時候 它 有可能可以逆回去原來的產品 起始物 所以請你在你這個 我先給你看DOSO的這個反應的 第一個反應 請你把你的逆線頭畫上去 它是有機會可以逆回去 有機會可以逆回去 可是逆回去就要怎麼樣嗎 非常非常高的 所以它最近過了一個所謂的Ritual DOSO 它叫逆反應 如果一般我們剛剛所看到的這個系統 像這樣的Cycophena打印 兩個兩個的出入相接起來之後 得到的產物 你要把它逆回來原來的這個照片打印 需要再到原來的打印 但是它是可以回來 為什麼 因為它的反應又可是我重新的理解排列 又回到原來的 逆反應回到原來的打印跟打印好不好 理論上是可逆的 可是我們在大二裡面 我們不會教你可逆這些事情 但是它是一個可逆反應 用溫度來控制 溫度升高就會過去 好 所以我們來看 這個產物裡面 有多少有些事情會發生 這是我們的主要產物 這是我們的主要產物 我們有好幾個議論要來解決 有好幾個議論要來解決 第一 為什麼我的 這一個雙鍵上來的時候 我的取代金會放在跟它對位 為什麼是E4發達 而不會是E3的發達 不會是這個刨子給你拿 為什麼不會 對不對 我們剛剛是不是有講 我們剛剛是不是有講 這是一個擔印的擔印好不好 我這樣子上來是E4 可是我又轉過來 就變E3了 為什麼不能這樣 為什麼只能夠這樣 這是第一個問題 這都沒有那種改變嘛 我是這樣子上來 或是這樣子上來而已 對不對 這兩個出來結果不一樣喔 一個上去之後呢 取代金是在原來OE1的4號位置 一個呢 則是在他3號的位置 那為什麼會得到E4不得到E3呢? 這是第一個問題 為什麼不能得到這個E3的這個場合 第二個問題 為什麼這個DiNO5 都一定會是在ANDO的位置 為什麼一定會在ANDO的位置? 這是一個很重要的這個問題 然後呢第三個問題 我的這一個取代金 這兩個 它上去的方向是不是都一定要一致? 是不是都要五致? 有沒有可能這兩個加乘完之後 一個七致翻在上面 一個七致翻在上面 一個七致翻在下面 有沒有可能發生這種事情? 好 這已經控制了幾個喔 你去想 我建立起來之後 我建立起來之後 除了這兩個之外 就是這兩個立體化學 對不對? 所以這兩個立體化學誰控制? 我如果這個是朝下的 我如果這個是朝上的 另外一種 ANDO跟EXO能不能互相轉換? 能不能經過你的這個Vivo 就可以把它換掉? 不行喔 不行喔 為什麼? 我要打上來的時候呢 是打在這個位置的 所以這個本來不是一個Pyro 不是一個Pyro 可是沒有打開電視電話之後 電視電話就會開到這個位置 所以我擺這樣子 跟擺這樣子 是相反的場合 因為原子排列都是相反的 所以這是不能互換的 ANDO跟EXO的這個 場合就是一個相反的場合結合 就是相反的場合結合 所以大家一個人來看 CNP選的問題 然後呢 我的位置選擇性的問題 意思跟印象高達的問題 然後呢 為什麼它一定會是一個ANDO書? 為什麼它一定會是ANDO畫道? 我那一個一個看過去 好 所以第一個 這個是一個很簡單 但是呢 我曾經考過 那事情就錯了 出了一個很簡單的題目 結果後來發現 這個會寫的人還真的是少 啊 這個其實 一頂多 不奇怪 不能忘記第二桌子裡面呢 有一個很重要的 S6 跟這個 S6 之間的轉換 也就是說呢 你要永遠記得 這樣子的轉換方式是會存在的 我先考過 我就把這樣子的一個現實的答案 就把答應 去跟一個人家在一起 而且加熱 它會做感覺 因為什麼? 看起來不像是 第二桌子的反應 它忘記自己要把它翻過來 這個是一個比較穩定的場面 所以我畫它去跟一個答應 答應 答應 把它畫在一起 我只是沒畫出來 就沒有回寫 這個是什麼? 大家對於 X4時間圈之間的轉換 還是有疑問的 大家還是不太清楚 因為這個能量非常低 所以理論上 在思維之下 還應該是在評論 會有一部分的 這個trance的產品 會跑到現實來 它就可以修進影響圓的 這是第一個 你看到它的圖像 注意看喔 很多的這個問題會畫給你看 畫的雙肩都反向的 看一看漫天之後 你當然在寫詩子上面 你看就是要把它抬起 試一次 可是當你是一堆題目的 你就不曉得在幹嘛 所以不能忘記這件事情 第二 CNN issue 同向加成 這是一個同向加成的反應 為什麼它會是一個 這個同向加成的反應 因為呢它是一個 face to face 如果呢你今天 拿一個 取代C is cis的 跟trance的當中 才發生反應 進行第二說 會不會來取疑 你會知道什麼常用呢 本來是 本來是sis的 你得到的常用完 它就必須是sis 本來是trans的 你得到的常用 就必須是trans 不要忘記 不要忘記我們對sis trans的定義 其實這指的是什麼 我的取代機在一個固定結構的 左右兩邊 所以雙腱會有sis trans 在雙腱的同邊或旁邊 一般的線性的碳清結構 會不會有sis trans 不會為什麼 會有location 對不對 那如果呢 你到了一個環狀結構的時候 它不能夠很自由的旋轉 所以這時候呢 環狀結構似的平面的時候 它環的下面 更環的上面 就會有所謂的sis trans的定義 你要不能夠自由旋轉 所以 你會看到有這樣子的 這個 藏物的深層 或這樣的藏物的深層 那跟我說老師 啊這個你是不是說要告訴我嗎 所以不是這些都應該 跑到電腦裡面去嗎 可是你要看喔 如果我的雙腱 我的雙腱 是這樣子的 我的雙腱 是這樣子的 我生成的時候 無論怎麼加成 這兩個紅的一定在反向 一定在反向 對不對 一定在反向 不可能會在同向 所以它同一個面向上來 這兩個 永遠都在這個環的 左右兩個方向 不可能會在同一個方向 就是因為它是一個 face-to-face 的cycle tissue 就看不出來好了 這樣加成上來之後 一翻就看出來了 這是要上 這是要下 這是要上 對不對 好那我換個方向 換這樣子 這樣一加成上來 一翻上來 它是一個上或下 所以 本來是sis 就會是sis 本來是sens 後面就是trans 我說的是 dianofi 這兩個取幹型 本來是e就是s 反向trans 就是trans 可是以 dianofi來講 如果它是單一一個取幹 它如果是一個拉面器 或是具有一個雙腱的 它就要符合 那我才告訴你 什麼樣的用途 好 現在個問題來了 如果你有想到這件事情 你會質疑我一件事 老師你怎麼知道 它是best to face cycle的第一取 它為什麼 不能夠sensit 什麼時候會發生ensit 如果我今天的加成 發生在一個情況 如果我今天加成發生在一個情況 什麼情況呢 我的dianofi這邊 dianofi上來的過程中 我的這兩個 這三個劍的互相轉移 也沒有同時間發生 而是先發生一個之後 那我是不是就可以旋轉 如果 我只發生一段上去 那我這裡可以旋轉 我這邊也可以旋轉 這邊也可以旋轉 它就不見了會發生sys跟signification 它就有可能會 還沒開始會旋轉 可是dso的從來不發生這種現象 而是什麼意思 我的這邊取代的機上去 本來是sys上去 就是sys的長度形 本來是sys 本來是sys的長度形 代表什麼意思 第二條 我的環的建議 是同一度發生的 同時發生的 它沒有機會讓它產生單件之後 讓它旋轉 沒有這樣長得出來的 所以它一定是同步之後發生 你們能聽得懂他講什麼嗎 難度有點大 雙劍 雙劍合上來之後 如果我同時間發生 這兩個取代機是沒有機會換位置的 可是如果我今天是先發生單邊 發生單邊之後 這片還是在旋轉的 我就可能經過旋轉的結果 產生什麼 本來取代機跟它同向 可能跑到裡面去跟它反向 可是沒看過這種事情 最主要是什麼 它會是一個同步反應 這兩個間諜是同時生成的 是同時生成的 所以所以我剛剛畫給你看過的 整個反應 我主要是長這樣子 它不是生成一個間諜 然後這邊再旋轉 沒有 這兩個間諜都是生成的 伴隨這個間諜的生成 反應的發生 是來自這樣子的 這個控制統 第三個 要不可以討論的是一個 有一點點難度的這個 這個控制的方式是怎麼樣呢? 先選一個簡單的例子給你看好了 先選一個簡單的例子給你看好了 先選一個簡單的例子給你看 這是打印的簡單的發生反應 如果發生反應的過程當中呢 所看到的中間體是長什麼樣子呢? 是長這樣子的 這是我看到的中間體 不會有一個可能性 你就可以往andle的方向去得到 如果不是 會得到所謂的 ASO的長度 就是兩個中間體 我們剛才聽到說它會得到印度穩住 可是明明ASO是肯定的長度 所以表示什麼意思啊? 表示它一定是在步步派的時候 產生的穩定 額外的使命 穩定的哪裡來的? 我在進行這個反應的發生過程 這是一個三種類的答應對不對? 我的上面都會有所謂的拍線解 這個拍線解呢在這裡 這邊呢也有拍線解 前面當然也有 那前面的筋就是準備 拿來做這個思考的訊息 結果呢 這邊的拍線解之間呢 你只能互相的交互作用 穩定住 我待會兒換上的筋給你看 這個筋給你看 我們待會兒用一個 這個Cyclo-Beta-Line給你看 它怎麼去互相交互影響的 它怎麼互相交互影響的 這會給你一個很重要 叫Second Orbital的這個Level 那個Orbit 所以呢 它會怎麼樣 Stabilize 那個程序去Stabilize 它會去穩定住你的波速派 那當然你就會得到我一個 angle的kinetic product 我穩定住了波速派之後呢 會從方向能下向 我就會往kinetic product 方向進行 但是呢 我如果是搬在外面的 這時候呢 我的拍方領 跟這邊的拍方領 打不著關係 沒有多於穩定 這邊看很難看 這邊選一個例子 畫給你看 我們來畫一個Cyclo-Beta-Line 它加上它 所以這種分子啊 你看就知道 不活的地 這種分子在邁移的時候 裡面就有部分的Dymo的出現 這個Dymo怎麼出現的 你這邊可以把它視為是一個 Dymo打印在這裡 結果這邊呢 相對於的 它也可以扮演這個 Dymo來的角色 所以我們一生是什麼東西呢 可能是你這樣子的產品 這就是 你看看 Cyclo-Beta-Kyclo-Beta-Chin 你看看 Cyclo-Beta-Chin Cyclo-Beta-Chin 正是這樣子的場面 什麼拉伸的 不要看到胖胖大就感覺太大了 欸 錯錯了 你就這樣子做而已嘛 你就這樣子做而已嘛 好 所以我們來看喔 你會得到一個Andor的product 得到一個有可能會不會有可能的Eso的product 當然結果是以Andor的藏物得到 Eso的藏物得到 為什麼 為什麼沒辦法得到這個Eso的product 我們就畫給你們看 你怎麼去解釋你所看到的這一個藏物的結果 我們來看看這個 如果你把它畫成它的這個 這個 鬼域圖 你把它畫成鬼域圖之後 你會畫成什麼樣的這個結構啊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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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就用聖酷變態變形來解釋 只是呢 我要發生反應的時候 其中一個呢 要以HOMO 來去跟另外一個HOMO發生見解 所以我們來看囉 我把標號都直接掉上去 你可以畫的時候斷掉 這個如果是打印 這個是打印號法 打印要拿誰啊 要拿HOMO 打印號法呢 要拿自己的RUMO 發生反應 打印呢 HOMO在哪裡 這裡 這裡 所以呢 打印的HOMO長這樣 阿哥打印號法呢 也是他在打印 可是他是拿中HOMO出來的建議長怎樣 長這樣 長這樣 所以他畫怎樣 我看 我可不可以把它轉個方向 不然這樣很準 換個不好畫 不是可以勾來勾去 自己畫成不好看 抱歉喔 我把它轉個方向 這樣轉個方向 好看一點 好看 好看 搭造 有漢桶,你要放蟲嗎?有漢桶,來,你關一下 這代表什麼意思呢?代表不救治 要去跟下面這一個 進行這個過程 你所需要進行的排列的詭異嗎? 這是當作答應用嗎? 你們不是講的嗎? 這是答應,這是答應用法 當答應用法,這兩個方面都要用 當答應用法,我只用按其中一個收線來用 當中間用而已 好,我要進這個反應的時候呢 我要拿我的Homo 跟三個三代代言詞Nomo 跟Lumo來去做 它的Homo長什麼樣子? 我在這裡嗎? 綠綠藍藍 綠綠藍藍 我要拿答應用法來做Lumo 對不對? 所以Lumo是什麼? 綠藍藍綠 綠藍藍綠 能不能發生這個相關的重疊 這個綠跟這個綠不就是重疊的嗎? 這個綠跟藍 這個藍跟這邊的藍不就是重疊的嗎? 所以這兩條是層面什麼? 新的兩個新的間結 好,除了這兩個產生兩個新間結 這兩個是拿來負責的 之外 要反應的過程當中 我後面的這個三根式雖然沒用到 可是呢 它跟後面的Lino反應的三根式 這邊剛好相位是相等的 它就沒辦法發生反應它是什麼? 它的相位是一樣的 它就去幫助穩定 我要呈現的過程當中 這邊叫綠藍 所以Homo跟Lumo 當我在Endo的時候呢 三根式折在裡面的時候就會跟 後面這兩個主義是相等的 就是一樣的相位 這時候兩個就會重疊在想 就可以有機會幫助穩定它的這個過度碳 如果不是這個樣子 如果不是這個樣子 它如果是 是A手 手的是A手 手的是A手 我們要 av 把 手的是A手 手的是A手 罗爪是ASO 那暫時怎麼樣 我這兩個 還是沒有問題 我還是可以解釋一下見解 問題是這兩個都沒用到 他沒辦法去幫助我地度在中間 請發生的過程 他就失去了 他的過渡胎的穩定性 他自然就沒有辦法去幫助 過渡胎能量的下降 如果很難理解的話 我們來看這邊 好 我們來看這邊 這是兩個SYCHOMO的發生反應 這個是他的HOMO的位置 綠 綠 藍 藍 對不對 這是他入末的位置 藍 綠 綠 藍 對不對 所以如果他是當作HOMO使用 他是以DIENO DIENO方式存在 這時候呢 我的DIENO白呢 就要進來參與反應 如果 如果我是呈現ANDO的方式 什麼意思 我是這樣子進來的 如果我是這樣子進來的 這是ANDO 因為我的雙腱是朝著這個方向裡面 我是這樣子進來的 這兩個相位一樣 這兩個的相位一樣 我可以產生新的界階 這兩個 產生新的SYCHOMO 後面這兩個呢 既然剛好會跟他的過渡胎裡面 這兩個相位也是一樣的 去幫助他穩定他 過渡胎發生當中 但是如果 你今天不是這麼做的 你今天如果是呈現ASO 不是這樣子 你變成ASO出來 呈現ASO的時候 這兩個溫是在產生新的界階 沒有問題 可是呢 過渡胎在轉移的過程當中 這邊的這個過渡的發生的時候 這邊沒辦法去被這邊移到 你就失去了一個補定的過程 的可能性 所以 發生在ANDO 我才有機會利用 我的這個 在雙線上面的 多餘的這個 這個雙線 就是這個卡波密爾的雙線 比如像是大電子機的雙線 能夠去幫助去穩定 在這個DiN上面的這個 多餘的2號3號位置上面的這個位置 和雙線的空格約位置 所以才會呈現出一個 降低你的過渡胎的傾向 然後讓你的反應率是加快的 所以這就是一個很問題的方法 這叫ANDO RU 這叫ANDO RU 這是比較容易讓你過去理解的 一般我們在科本上 你會去看的時候 可能理解的話 科本是畫我剛剛給你看那一個 就是告訴你說有兩個鼓勵 下面這邊有兩個鼓勵 然後兩個鼓勵 但事實上 你用塞科波密爾的 你很容易可以看到 它是會有相位移植 所以你會發生 你看我們在做這個 白音的發生過程當中 我的劍推出來 產生新的兩個劍 事實上 對這兩個來講 它的過渡胎的這個 它和它的劍結還沒產生的時候 發生過渡胎的過程當中 這個地方 也是會產生電子的轉移 電子會不見 新電子會進來 所以你會在這個 果域上產生一些空獨的狀態 如果我進來的這個白音 進來的這個白音的部分 有多餘的雙劍 相位又一次 可以幫助現在 我已經這個位置有的話 它是會幫助這個 過渡胎更容易生成 然後更容易往長的方向去進行 所以這就是造成你的反應的發生 所以這就是造成你的反應的發生 但是這個波產生新見解 它只是部分的重點 為什麼 它並沒有辦法 align到完全一模一樣的位置 電來 它只能夠讓它的 鬼域是有接觸 然後讓它 鬼域有互相的交互作用 幫助需要穩定 所以能夠得到一個 Angle的卡達 會是以它為主 而不是以這個 ASO的產物為主 就是經過這樣子的 這個第二次的 二次的這個鬼域的重點 二次鬼域的重點 有一點點難 但是你要嘗試去理解它 所以這邊告訴我們什麼意思啊 我們講了那麼多 這個反應的控制 要嘛熱力 要嘛動力 對不對 動力熱地控制是什麼 你的長路穩定性要夠好 動力的控制是什麼 我的反應速度要快 所以我的過渡態要能夠穩定 我的活化能就會低 什麼叫過渡態啊 過渡態啊是你抓不到的位置 所以過渡態通常是什麼 我的電子要離開不離開 像SN通一樣 SN通裡面的過渡態在哪裡 我的離去機要離開 我的碳中心的過程 所以通常都是什麼意思 通常代表的都是 一個碳中心被作化的過程 它是空補域的過程 它需要電子進來的過程 對不對 它發電子轉移的過程嘛 這個時候如果我會有額外的電子 可以進來去幫助填補性 來去補助 補助它的這個不足的時候 它是不是就會讓這個空補域的顯像 會降低下 跟S剛剛我們講 SN通反應很像 SN通剛剛是靠隔壁的 整個A6隔壁的 PiDelocularSkits 去幫助裡面那個空補域 這邊用的是什麼 我的Dialeno板 另外一個 這個沒有用到的雙線 如果是一般的雙線 它就是什麼 Tabonial CODoubleBarm CN區構棒 或是NO2裡面的NODoubleBarm 這一些PiDelocularSkits 去幫助裡面它的這個過度的 過度的 過度態度的能量 所以才會造就 你得到的場合是 Angle的這個場合規模 好 好 那我們今天先上到這邊 我們下次來 我會再次跟這件事講一次 但是你們只要先想一想 然後你一定會有更多疑問出來 那我們再討論一次 你們會知道怎麼發生的